石山先生 您覺得江澤民為什麼會發動這一場對於法輪功的鎮壓 這個問題 其實問的比較 很多人會問這個問題 我們在海外 我知道很多法輪功學員 當你去講真相也好 跟別人說法輪功在中國被迫害的時候 很多人會提這個問題 為什麼江澤民會迫害法輪功 其實這個問題是和江澤民的關係當然是很重要 但是另外很重要的 我認為是跟共產黨的特點有關係 共產黨的這個制度 他要控制全國的老百姓 他必須要有一個基礎 這個基礎就是恐懼 就是這個一定要有恐懼 所以毛澤東發明的 其實不光是毛澤東 包括斯大林也一樣 這個所有的共產黨的這種體制 他有一個內在的要求 這個要求就是在社會上要定期的進行恐怖訓練 所以毛澤東才說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來一次 然後我們大家可以算一下 從毛澤東死以後 毛澤東之前的政治運動就不用說了 很多很多 毛澤東死以後 然後是到了中間的那些小型的都不用說了 八九年 算是十年來的一次 再到九九年又是十年 這個時候對共產黨這種體制 他是有一種體制性的要求 他必須要重複進行這種恐怖訓練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一個必然的現象 必然的一個情況發生 那麼到了再過十年 胡錦濤在台上的時候 那他又是另外的東西 他要做的東西可能是包括西藏啊 包括基督徒啊等等 當然到了後面 習近平上來就是以反貪官為主了 不管他叫什麼民意 他一定要在中國形成一個 風聲鶴唳的一個恐怖的氣氛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 這是共產黨體制性的一種要求 如果他沒有這個要求 基本上是共產黨的體制是沒有辦法維持的 我們現在看到 現在全中國風起雲有 白紙革命 這個會怎麼做 如果你熟悉了共產黨的體制性的特點的話 你可以不用懷疑 共產黨一定會鎮壓 一定會 而且到最後如果反抗厲害的話 一定會血腥鎮壓 我們可以看到 未來我們大家可以看一下